这座车这一天到晚我没事我就拆了谢 终于拆出经验了 这个车桌椅昨天不是往上翘吗 搁屁股吗 这个就往上翘 今天我发现一个事 这边车桌椅可以调的 下面这有一个小的垫片 拆才谢谢就有经验了 就这个垫片可以活动的 找一个自己觉得舒服的角度 就有点固定了 往前一弄就往上 所以这垫片放到中间的位置 差不多 差不多的位置 在这几面 我这边装高红楼 这边拍 这边影响 一样一样的 好了 以后这些地方还得装东西 装什么东西现在没想好呢 每次我骑到这里呢 我倒是把这件事停下来 推着走 就��庄 就没想到 这些地方 是 就不想干什么 啦 这边 蹼下 在哪里 呢 继续 中间 继续 中间 大继续 断 壳 都是 对 河 都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不熟悉了 起起来这心情就是不一样 大理中午的时候 这么充足 虽然别人都穿的羽绒服和棉袄 我就穿的羽绒服了 一直在运动吗 这阳光晒在身上暖暖的 有点困了 看这小橘子 金灿灿 十块山金 十块山金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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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小车骑的 贵呗 这个是轻便 我今天出来 就是想看一下座椅 有没有调好 我骑到现在有20多公里的样子 座椅是没有问题的 一点都不疼了 就没有各的地方了 已经哪哪都舒服 现在疼的都是旧伤 就是前几天各的那个伤 挺好的 我今天还得多骑一些 可能骑也得40公里左右 因为我来都20公里了 我回去还是这个路程 也有可能超过这个路程 虽然公里数看起来很远 但是路很好走 并不累人 全是平坦的路 而且全都是景观路 不累 就怕走那种上下坡和山路 要了命的 那别说40公里了 20公里都累的不要飙了 还有就是我今天的骑法 跟上次不一样 上次是因为找不到路 心情很急切 很焦急 心情不好 导致整个身体状况都不好 而且天色都晚了 你要赶不到地方 或者是你要再不赶紧骑的话 到回家的时候 更黑了 反而很危险 所以就一直在骑 一直在着急 那种心情和身体上 都超了复合 今天不一样 今天熟门熟路 再加上走走停停 还看看景色了 还自己享受一会儿了 躺一会儿了 一点都不累 都没怎么出汗 不冷不热 太舒服 还有来 ądelle 是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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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